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公元前210年10月的某一天,刘邦正走在盲荡山的一角乡间小道上 这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条白蛇挡住了他的去路,刘邦很气愤 这时候的刘邦刚刚放了那些随他一起去立山修墓的苦役们 这些苦役们因为路上耽搁了时间,所以即使赶到立山也晚了 而按照秦律,晚了就没命 所以刘邦善心一发就把这些人都放了 这时候他身边还有十几个人,勿其大义,还愿意跟随着他 这时候他刚刚喝完了一顿大酒,酒入愁肠,愁更愁 突然看见了挡在身前的这条蛇,不禁路从心头起 刘邦断喝道 白苏贞,怎么你又跑出来了,是不是伐海没把你看住啊 那条蛇也突然开口说话了 说刘继,你能不能把眼睁得大一点 我是蛇嘛,明明我是一只蟒,而且我还是蟒中之王 蟒王 刘邦接着说,管你是蟒还是蛇,挡我折死 说着话,刘邦就拔出了永远待在身上的那把祖传的宝剑 白蟒见刘邦要动手 急忙说,刘继,你想清楚了 如果你今天杀了我的话,我将来要祸害你的子孙 刘邦听了这话,不禁哈哈大笑 对白蟒说,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刘邦什么时候在乎过自己的家小 说着话,跨前一步,一箭披下 白蟒断为了两截 刘邦低头看着自己的杰作,似乎是不太满意 口中念念道,哎,还是不能多喝酒 喝酒就是耽误事 本想一箭下去,齐齐整整一分为二的 没想到喝了酒以后握件不稳 所以靠近头的这一段长了点 靠近尾的那一段又短了点 正在刘邦喃喃自语的时候 他或许没有注意到 这条当时还没有死透的白蟒 正用怨毒的眼光紧紧的盯着他 转眼之间一百多年过去了 刘邦以及他的子孙们已经成了这块土地的统治者 西汉王朝已经走入了末年 到了公元前45年 一个男孩啪的摔在了地上 这个男孩后来成了全天下人共同尊崇的圣人 最终众望所归的以兵不血刃的方式 结束了西汉王朝 虽然他所创立的王朝只有一世 只存在了15年 但这15年也足以将总共400年的大汉帝国拦腰切成了两段 而且恰好就如刘邦斩断的那条白蟒一样 靠近头的那一部分长了一点 靠近尾的那一部分短了一点 历史上西汉王朝总共持续了210年 而东汉王朝持续了190年 这个男孩也有一个不同反响的名字 他叫王莽 反过来就是莽王 在王莽新政期间 王莽推行了一些在当时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措施 而这些措施现在看起来是完全超越了当时所处的年代 所以呢 有些人就认为王莽是穿越之子 他可能是从某一个另外一个时空穿越而来的 或许这条被刘邦斩为两节的白蟒先是去了某一个空间 后来怨念不散 又蹭车来到了西汉末期 因为他是穿越而来 所以自然带着那个时空的信息 王莽新政搞的是天怒人怨 整个国家就好像是一架在错误的路上奔腾的马车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人将这个马车勒住 让他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去 那么有没有这个人呢 还真有 如果说王莽这个穿越者是注定的话 那么终结这个穿越者的人应该也是注定的 在王莽获国之前的很久 就已经有了一本图称在民间流传 这本图称的名字叫赤福福 其中有这样几句 刘秀发兵谱不到 四夷云集龙斗也 四七之计火为主 这句似是而非高深莫测的称语 后来在民间就被总结成了一句话 刘秀当为天子 所以上天其实早已经注定 终结这位穿越者王莽的那位天选之子 或者说是未面之子 他叫刘秀 到了王莽执政后期是天怒人怨 刘秀趁机起兵 在随后的昆阳之战中 刘秀的两万兵力对阵王莽的主力42万大军 昆阳之战可以说是新莽与汉朝两个王朝的决战 此战如果王莽军队取胜的话 也许新莽的国作还能延续几年 但这次他碰上的是刘秀 最终刘秀是以少胜多大败王莽 王莽的新莽王朝也由此走上了末路 这场战役的胜利真可以用儒德神柱来形容 据后汉书记载 夜有流星坠营中 骤有云如坏山 当营而云 这就是说居然有陨石落入了王莽军队的营中 随后又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导致河道绝口把王莽的大军淹在了水中 王莽此败 败的是不可思议 刘秀此胜除了刘秀本人的智勇以外 他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好 经此一役 王莽政权是一蹶不振 到了公元23年 陆林军攻入长安 王莽没有选择投降 他选择战死 最后王莽在乱军中被杀 他的头颅被割下 他的舌头被市民分屎 那些把王莽的头颅当球踢的人 那些割下他的舌头分屎的人 可能也是当初捧他上位的那些人 王莽的头颅并没有就此丢失 相反他还存于是存了两百多年 后面的历代军王都把这颗头当做国宝一样 珍藏起来 不知道他们此举是为了警示那些 麻烦者不要不亡莽后尘 还是有别的什么深意 一直到了晋惠帝年间 存放几件国宝的库房突然失火 其中有三件国宝毁于这场大火 其中有孔子穿过的木机上面据说有圣人之气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高祖刘邦曾经用过的那把斩蛇剑 据当时目睹火灾的大臣张华所述 他亲眼看到了这把斩蛇剑冲出了屋顶 长笑一声冲入了天空 宛如钻天猴一般 而王莽的这颗头颅也彻底的焚毁于这场大火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已经化成了灰 归入了这片焦土之中 斩蛇剑与王莽的头颅从此是天地两隔 但终究他们还会有再碰面的时候 这二百多年来 没有头的王莽自然是不能入土为安 他就在人间犹荡 在这过程中 他可能不止一次的问自己 我怎么落得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我明明是莽 我干嘛非要姓王 没错 王莽的发迹就是因为他姓王 王政军的王 因为王政军从做皇后到做太皇太后 总共持续时间长达61年 在这61年里他都在西汉政坛的顶层 那王政军是谁 王政军是汉平帝的皇后 汉成帝的太后 汉哀帝的太皇太后 如果想说王莽篡汉的历史 或者说西汉末年的历史 一定是绕不开王政军这个人 因为他从担任皇后到担任太皇太后 前后持续时间差不多是61年 基本上涵盖了西汉末年的全过程 王莽的发迹史也在其中 西汉末年的历史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 特别对于那几个皇帝可能觉得不太好记 其实很简单 西汉的历史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块 第一段可以说是汉高祖刘邦吕后专权 然后是文景之治 第二部分是汉武帝 以及汉武帝之后的昭宣之治 在这之前西汉可以说都是处于强盛时期 就是我们常说的汉末四帝 元 成 哀 平 这四个皇帝所在的时期就是处于西汉的衰落时期 如果您要说元 成 哀 平还是不太好记的话 那您就记几个您知道的历史事件 把他们联系起来 汉元帝时期出名的事件有昭君出赛 还有那句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 所以可见汉元帝期间还有汉帝国的荣耀的余晖照耀 到了汉成帝时期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赵飞燕赵和德了 汉埃帝倒是不爱美女 他爱的是美男 董贤断秀也就成了汉埃帝时期的关键词 平帝就不用说了年纪很小就驾崩了 死因不祥 平帝以后就是往往篡汉 新朝开始了 又过了15年 东汉建立 这就是从西汉末期新朝以及东汉建立的大致的一个脉络 咱们说今天的这段历史呢 首先就要从汉元帝开始说起 汉元帝刘氏在做太子的时候 有一位宠姬叫司马良帝 后来司马良帝病逝 这位宠姬临死的时候 还没忘了给他那些长期宫斗的女友们留下一份祝福 他对刘氏说 我的死与你这些女人有关 是他们害的我 刘氏很喜欢司马良帝 所以也就把他的死归咎于他的其他的侍妾 所以他决定守身如玉 再也不与这些侍妾们接触了 这件事情倒是把他的父亲汉宣帝给急坏了 因为这时候太子刘氏还没有儿子 如果他现在就与女性绝缘的话 那他的儿子从哪来呀 于是汉宣帝就让他的王皇后安排一下 给他的儿子找几个女人 王皇后就从自己的宫中千挑万选 选出了五名宫女 把这五名宫女带到了宫中 让太子刘氏选一个来侍奉她 刘氏当时还在悲伤之中 但是呢他又不能服皇后的美意 所以就随便指认了一个宫女 这个宫女就是王政军 说起来王政军是怎么进入皇宫呢 还有一段故事 王政军呢本来没想进宫 他的父亲王晋呢 到了王政军出嫁的年龄 就想给他许配给人家 嫁出去就完了 然后很快发现王政军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就是他克夫 而且还是克夫的增强版克未婚夫 本来说好的亲事还没过门 未婚夫就死了 后来王晋就找个看相的给王政军看了看 这个看相的说王政军是大贵之相 一般的人福报不够 所以强不住 所以就死了 王政军这样的只能嫁给福大命大之人 王晋想这不也算是因祸得福吗 所以他就想办法把王政军送给了当时的东平王刘雨 做了一名侍妾 但很快刘雨也死了 王晋想难道这王爷的福报都扛不住吗 那比王爷更高的 这天底下福最大命最大的人只能是皇帝了 所以王晋就想方设法把他的女儿送进了宫里 不过呢 刚开始只能做一名宫女 这不机会就来了 阴差阳错的就这样能有机会为太子侍寝 太子以前有很多的侍妾 但一直没有孩子 没想到王政军只侍寝了一次 居然就生下了一名皇孙 这就是后来的汉城帝刘澳 汉宣帝驾崩以后汉元帝继位 刘澳就被封为太子 王政军母为子贵 一下子跃上了枝头 被封为了皇后 虽然说被封为了皇后 但是王政军在宫中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汉元帝一点也不喜欢的 汉元帝更喜欢的是傅昭仪 后来呢 又喜欢上了冯昭仪 昭仪这个职称就是从汉元帝开始的 说起来啊 汉元帝能够喜欢上冯昭仪 还是因为一场意外 有一次汉元帝和众多嫔妃一起去宫中的斗兽场观看一场野兽表演 就是野兽之间相互撕咬的那种表演 汉元帝的口味呢 还是比较重的 在观看过程中 有一只大熊 突然不知怎么翻越了栏杆 冲着汉元帝就直奔而来 这时候旁边的妃嫔们个个都闪到了一旁 只有当时的冯飞站在了汉元帝的面前 这只熊估计以前被母熊欺负过 所以对女性呢 有一定的心理阴影 当时这只熊就愣在了当场 随即马上被随后赶来的卫士乱刀砍死 这位冯飞就救了汉元帝一命 事后以后汉元帝问冯飞 说你为什么站在我的面前 难道你就不怕被熊吃了吗 这位冯飞也是据实相告 说我听说熊也就一次吃一个人 他如果把我吃了的话 那应该就不会伤及陛下了 汉元帝虽然是个二百五 但是依然是深受感动 从此以后就开始宠幸上了冯飞 并封他为昭仪 昭仪是仅次于皇后的这么一个品级 汉元帝不仅不喜欢王政军 而且也不喜欢王政军的儿子刘傲 他更喜欢他与傅昭一生的儿子定陶王刘康 曾经不止一次动过想用刘康替代刘傲的想法 但总是因为有大臣苦苦相劝 汉元帝耳根子又软 所以最终也没有做义处的决定 汉元帝的命也算是够硬的 足足扛了将近二十年 最后还是被王政军给咳嗽 汉元帝死历后太子刘傲登基 就是后来的汉成帝 王政军也就成了太后 他的好日子开始了 作为外戚 王政军有着一个先天的优势 就是他有八个兄弟 这个优势可以说是巨大的 因为王政军作为女性 他只能在宫中 如果他没有兄弟的话 那么宫外的事情他就难以控制 有了这个八个兄弟 王政军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很快王家在朝中就是大权赌长 曾经发生过一日五猴的情况 就是在一天之内 五个王家的兄弟被封了猴 王政军的同胞大哥王凤 更被封为了大司马大将军 在西汉大司马大将军这个职位 基本上就是给外戚量身定做的 王家的子职辈也纷纷占据了朝中的重要位置 不过这其中有一个人是个例外 他就是王莽 王莽虽然是王政军的侄子 但是他与王政军连接的最重要的这条纽带 就是他的父亲 却早王 王莽的父亲王曼是王政军的义母兄 父亲死了 王莽家中的境况自然不能与他的那些叔叔伯伯相比 他也不可能沾到王政军更多的光 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慢慢的隐身在了王家的这场聚光之外 他虽然也定期的去拜访那些叔叔伯伯 但从他那些堂兄堂弟的眼神中 他也知道自己并不受欢迎 也没人看得上他 不过王莽倒并不寂寞 王莽的母亲没有让自己的这个儿子在教育上有所亏欠 而王莽也是酷爱读书 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陶醉在了儒家伯大思想的海洋之中 逢年过节或者遇到什么重要的日子 他还是会按照礼法去拜会他的叔叔伯伯 这一天终于来了 大司马大将军王家的顶梁柱王凤病倒了 王凤的亲儿子和王家其他的子侄们刚开始的时候呢 还过来探望一下问候一下 但时间长了 所谓久在床前无孝子 他的儿子和他的侄子们慢慢的也都曾鸟受散 除了有时礼节性的过来问候一下以外 这些人没有一个在王凤身边伺候 除了王莽 那时候王凤已经不能下床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但王莽始终在他的身边伺候着 王凤很感动 对王莽说 你比我的儿子对我还好 王莽说 我早年丧父 我就把您当做自己的亲生父亲 一连几个月的时间 王莽是衣不解代 不洗脸 不洗澡 不更衣 不刷牙 就在床边这样伺候着王凤 几个月以后 王凤终于被熏死了 他在临死前告诉自己的亲妹妹王正军 说王莽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好了 你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提拔提拔他 这时候王正军好像突然想起了自己还有这么一个侄子 于是就让王莽做了一个黄门狼 所谓的黄门就是宫门 因为在秦汉时期所有的宫门都漆成了黄色 所谓的黄门狼实际上就是把守宫门的 同时呢又做一些上传下达收发报纸的工作 虽然这个工作的品级并不高 但是因为能够经常见到皇帝和太后 晋升的机会还是很好的 虽然是当了官 但王莽依然像以前一样谦虚恭敬 而且好学 不久以后 他的另外一个叔叔王商又病倒了 王莽就又当了一回护工 最后感动的王商要把自己封地的一半分给王莽 王莽的这些隔三差五感动中国的行为 很快就是他的声名鹤起 很多人都知道王家的第二代中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人有才华 有学识 又谦虚 又恭敬 他简直就像一个完人 很快汉成帝也知道了自己的外戚中有这样一号人物 于是就开始给王莽升官 先是让王莽承袭了他父亲的新都侯 后又封他为齐都尉和建议大夫世忠 这时候的王莽已经走到了帝国政治的前台 后来王莽篡汉以后定他的国号为新 就是因为他曾经做过新都侯 这一点和刘邦命名自己的王朝为汉是一个道理 刘邦曾经做过汉王 同样的例子也适应于隋朝和唐朝这两个国号的由来 隋文帝阳间的父亲杨忠曾经被封为隋国公 而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曾经被封为唐国公 这些都是历史上以封帝作为国号的例子 王莽和所有王家的子弟都不一样 他是地位越显赫为人越恭敬 他生活非常的节俭 全家人的衣服基本上是千年不换 他的俸禄也经常周记别人 有一次他坐着马车上街 回来以后马车就没有了 他走着回来的 因为马车在中途就让他给卖了 得来的钱周记给了他认为需要帮助的人 他的大哥去世以后他对待自己的侄子比对待自己的儿子还要好 在他侄子的结婚典礼上他放着那么多的宾鹤不管自己偷偷跑出去好几次 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他要为生病的老母亲服汤药 往往还在努力着打造着自己的道德品牌 他也是乐在其中 他也因此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或许这样做也给他造成了一种错觉 就是他觉着只要他能够严格的按照古代先贤们的做法去做 哪怕有时候有些刻板 哪怕有时候做的有些过分 但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他也能从中收获更大的名望 地位 既然这么做能够使他自己强大起来完美起来 那么会不会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治理一个国家呢 严格的按照先贤的思想和做法执行 或许也能够让一个国家兴盛起来 也许往往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这或许也为他以后的执政思路打下了一个思想基础 但可能他没有搞清楚的是 先贤的一些思想做法 可能有利于他的道德完善 但并不适用于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 这些思想实际上就像一把双刃剑 让他起高楼 也让他楼塌了 这时候的西汉王朝 与刘邦和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已经是大不相同 他的文化内核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刘邦和吕后执政期间是崇尚的是皇老之术 无为而至 文景之治也基本上按照的是这个思路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 情况发生了变化 汉武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在治国上 他并没有完全按照 儒家的观点来治理 他实行的治理方针基本上可以说是 外儒内法 到了汉宣帝时期 外儒内法这种治国的理念 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汉宣帝对百姓是实行人证 他是按照儒家的 以德治国的理念 而对待官吏呢则采用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 通过严密的制度 严格的规章监督各级官员 同时皇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用汉宣帝自己的话说就是物家自有制度 霸王道 杂志 这里的霸王道跟霸王龙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霸王道指的是霸道与王道 王道指的是儒 霸道指的是法 但汉宣帝的儿子刚才我们提到的汉平帝刘氏 对此呢却是不以为然 他主张的是要用儒家治国 汉宣帝曾经当众说 说乱我家者 太子也 指的就是汉平帝刘氏 刘氏继位以后 儒家在汉朝确实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以前太学每年也就招几十个人 到了汉平帝以后 每年的招生人数都成倍数增长 到了王莽执政期间更是高达万人 刘秀也成了太学扩招的受益者 这时候儒家的文化儒家的道德标准已经慢慢的深入人心 以前的那些豪族也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向氏族转变 豪族与氏族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氏这个字 所谓的氏族就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豪族 所以有氏这个字 豪族只是财富的垄断 权势的垄断 而到了氏族这个阶段 不光是权势财富 而且还要加上知识的垄断 这就为后来 氏族政治的发展 打下了一个基础 太学招收的人多 那毕业的人自然也多 慢慢的儒家的思想是越来越深入人心 而儒学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 慢慢的也成了社会上的一个标尺 而那位早就坐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王马 那位现在还隔三差五的做出一些事感动中国的王马 此时无疑已经成了众人追捧的目标 就好比在炎炎夏日中地面上升腾起来的蒸汽 慢慢的拖起了那只一直盘伏在地上的巨蟒 这只蟒似乎也突然发现 原来自己不应该属于地面 应该属于天空 不应该是蟒 而应该是龙 要飞起来 不过或许他已经忘了 蟒 是不会飞的 那些从地面上升腾起来的蒸汽 可以把他高高的拖起来 也可以把他重重的摔下去 不过还没有等到那些蒸汽抛弃他 政坛上的一次巨大变动 就将王莽拉回到了地面 汉成帝 甲崩了 在赵飞燕和赵和德两姐妹早晚三顿顿顿不辣的春药的猛贯下 汉成帝终于扛不住了 他的父亲汉元帝给他取名为傲 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匹骏马 不过刘傲并没有成为一匹骏马 他甚至都没有成为一匹 种马 在他去世的时候 他身边并没有一个成年的儿子 他也曾经与其他的妃嫔有过儿子 但 燕卓皇孙 儿子都早逝 所以汉成帝还在世的时候 就想在自己的子植被中 选一个人 做自己的太子 刚才提到的那位傅昭仪 趁机行贿了赵飞燕等一干人 将他的孙子 也就是他的儿子定逃亡 赵康的儿子 刘欣 举荐给了王正军和汉成帝 想做太子 王正军很大度 似乎是完全忘却了他的这位情敌 当年是怎么对待他的 他愉快地接受了对方的申请 这样刘欣就成了汉成帝的太子 汉成帝驾崩以后 刘欣继位 就是汉哀帝 因为当年刘欣被封为太子的前提条件 就是一定要将自己过继 给王正军 做孙子 才能成为正式的皇位继承人 所以这时候的王正军 还是正宗的太皇太后 但此时的后宫中并不只有他一个太后 汉哀帝刘欣的亲祖母 就是以前的那位傅昭仪 也是太皇太后 而刘欣的母亲 丁氏夫人 则是 太后 这时候后宫中的太后就有点多了 再多一个就可以凑一桌 打麻将 这时候如果谁在宫门口大声的喊一声太后 恐怕在皇宫的不同方向都会传来积极的应答 谁找我呀 蛋糕还是那么大 但吃蛋糕的人多了 所以王室的权力已经被大大的削弱 在这场角逐中 傅太皇太后和丁太后的势力是步步紧逼 而王正军和王莽 则是步步后退 终于等到有一天 在宫中举行宴会的时候 有人居然把傅太皇太后的座位和王正军的座位并排在了一起 这引得当时的王莽勃然大怒 当着众人的面 就把傅太后的座位撤掉了 而且还大声的说 一个藩王的太后 怎敢与王太后并肩而坐 这下子是大大惹怒了汉埃帝和傅太后一族 最后王莽被剥夺了大司马大将军的官职 回到了自己的封地私过 王莽这时候已经是四十多岁 而汉埃帝只有十八九岁 熬年头 王莽肯定是熬不过汉埃帝留心的 即使是汉埃帝驾崩 继承他皇位的也只能是汉埃帝一系的子孙 所以王莽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舞台的中央 即使是现在在市面上仍然流传着那句刚才提到的赤伏伏 仍然有很多人笃信将来刘秀会当皇帝 但这些对于王莽来说 已经并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他肯定不会在意在离他不远的南阳郡 在这段时间里降生了一个婴孩 就是叫刘秀 后来的汉光五帝刘秀 不光是王莽不在意 当时的很多人也都认为赤伏伏中提到的刘秀 绝对不会是这个在南阳郡刚刚诞生的小婴孩 而是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也是叫刘秀 不过他本来的名字并不是叫刘秀 他叫刘新 当然不是汉埃帝的那个刘新 不过也正是因为与汉埃帝的名字同音 这位臣子自然要避皇帝的会 所以他就改了自己的名字 改成什么名字不好 他偏偏改成了刘秀 他难道是不知道赤伏伏中的称语吗 据许多的史料记载 他确实知道非常的清楚 他就是冲着这个名字改的 这个人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他还有一个更加有名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刘向 大家知道战国策的编转者刘向 他与他的父亲还一起编转了很多书 其中有一部书让很多人费尽了脑筋 叫山海经 刘新是当时公认的大才子 同时他也是刘氏家族的皇室子孙 他的先祖是刘邦的义母帝刘娇 本身又是大才子又身居高位 又是皇室的后裔 那么自然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赤伏伏中提到的刘秀 将来要做皇帝的刘秀 光武帝刘秀在求学期间 曾经与他的二姐夫邓辰 去拜访一个当时的一个解释称语的专家 叫蔡少公的 也提到了这句称语 大家都认为称语中提到的刘秀 应该 就是刘向的儿子 刘秀 站在旁边的刘秀忍不住插了一句 说难道你们就不认为这里说的刘秀 是我吗当时众人是哈哈大笑 历史上的刘秀其实是很迷信的 他非常相信这些称语 顺便说一下 像类似这样的称语在秦汉之际是非常的流行 当时社会上也有一些所谓的大师专门解释这些称语 大家还记得在秦朝时期就有一句著名的称语 说的是灭秦者 胡言 秦始皇对此事深信不疑 而且他非常相信 此中提到的胡字 一定是指的胡人 所以他就派几十万大军 又去河套地区 又去十万大山 去宝奏 那里的胡人 而且他还为此修建了万里长城 就是为了防备 外面的胡人 他相信只要防住了胡人 那秦朝的基业将千秋万代永远的传下去 没成想这个胡字竟然着落在了自己的儿子胡亥身上 九泉之下的秦始皇 一定是非常的挫火 一定是非常埋怨这句秦语的始发者 你要想说的话 就说直接了 说明白了 要不然 你就别说 胡也胡也的 你直接说胡亥会死吗 那么这些所谓的秦语 像后世的推背图 还有诸多 都是这么灵吗 这个呢 就很难说了 不过有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些秦语 都是已经应验了的 那么那些没有应验的呢 恐怕 更多吧 刘秀在登基以后 也经常引用赤福福中的秦语 以证明自己登基的合法性 这点的无可厚非 这样好的资源 不用白不用 有人因此怀疑 赤福福中的秦语 本来就是刘秀创造出来的 类似这样的例子 应该还有很多 可以说是不胜美举 比如什么大楚星 陈胜旺 什么一只眼 天下帆等等 不过赤福福中关于刘秀的秦语 应该不是刘秀创造出来的 有史料记载 在刘秀出生之前 这个秦语就广为流传 而且在刘秀出生的前一年 刘新才把自己的名字 改为了刘秀 那至少可以说明在刘秀出生之前 刘新 已经看到了 这个秦语 刘新也坚信 秦语中的刘秀 早晚会着落在他的头上 在后来的新莽政权中 他曾经担任了 王莽的国师 可以说是非常受王莽的器重 但后来天下大乱 王莽的政权 积极可危 所以他与其他几个人策划 谋反 不过 被王莽发向 也许王莽已经注意到了 他改名 叫刘秀 所以一直在盯着他 刘新的计划败露以后 无奈 自杀 他临死的时候 还跟身边的人说 说我死 并不是说明那句称语说的不对 我这个刘秀 是改名改过来的 真正的未来的皇帝刘秀 应该是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的 那位 而真正的刘秀 这时候已经长大 他的目光也已经盯上了那个在舞台中央 张牙舞爪费力表演的 不知道是来自于过去 还是来自于未来的 王莽 手中高祖皇帝留下的斩蛇剑 隐约间 闪烁着 寒光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c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